好,我们讲空间坐标系 或者是3D,3D,3D的coordinates 我想我们对 二维的坐标系应该是不陌生了 在二维的情况下 我们是 两个坐标轴,X轴和Y轴 那么它们两个是垂直的 那么在空间坐标系 那我们就是首先我们选三个 两两垂直的向量 然后形成右手系 两两垂直的向量 我们是三个两两垂直的向量 而且这三个向量是unitvector 是单位向量 两两垂直的单位向量 我们的三个向量在空间中 那么这三个向量我们 确定了三个 坐标轴 这三个坐标轴 这三个坐标轴 记住X Y和Z 这三个坐标轴 跟I同方向的这个 同方向的这个轴我们叫做是X坐标轴 那么X的正向和I的正向是一致的 Y的正向和Z的正向是一致的 然后Z的正向和K的正向是一致的 那么这样确定的三个坐标轴 这样确定的三个坐标轴 我们叫做确定的三条轴 我们记住是三个坐标轴 那我们这有个方向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右手系 它们要满足右手系 什么是右手系呢 右手系是这样子 我们先画出第一个项量 好 我们这是两条项量 如果我们这是I I是第一个项量 这是第二个项量 我们是先把我们右手的四个手指头指向I 好 我们先把右手的四个手指头指向I 然后把我们四个手指头卷起来 不超过180度 我们到我们指向第二个项量 那么要不超过180度 那这样的话我们拇指的方向是我们的第三个项量 我们四个手指头指向I 一定不超过Pi 那这样的话我们拇指的指向是K 是第三个项量的正向 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这是I 这是J的话 那我们不能这样子卷 这样子卷是错的 因为超过Pi了 我们只能卷这个方向 我们只能这样子卷 那也就是说 我们首先把右手的四个手指头指向I 然后卷了不超过Pi 我们只能是这样子卷 那我们的拇指的朝向只能朝下 这是右手系 因为你如果是 如果说是你先指向I 你如果是在指向上面的话 你这个角度是超过Pi了 所以这个 我们就不是选这个方向 我们K就不是朝上 而是朝下 因为我们要求我们右手的四个手指头 卷的这个角度不能超过Pi 这是右手系 那我们在后面 我们还要用到右手系 我们在讲X层的时候 我们也要讲到右手系 那我们有了三个坐标轴以后 我们就有坐标平面 那有X和Y 这是XYZ 我们有XY所确定的平面 叫XOYPlan 那是YOZ 和XOZ 这是XOY 这是YOZ XOZ 这是我们 三个坐标平面 YOZ 还有就是XOZPlan 那这三个坐标平面 那这三个坐标平面 把整个坐标轴 把整个坐标轴 分成八个挂线 就是Octanes 分八个坐标轴 分八个坐标轴 那我们有 最大于0 所对应着 最大于0 最大于0的部分 是1234坐标轴 那么对应着平面上 1234向标 好 对应着平面的三四个 呃 向线 呃 这个是 好 应该说是这个是Codians 那么 最小于0 就是5678 它也对应着平面的四个 平面的四个向线 我们 这一小于0的话 那么XY的大于0 就是第五个 第五个挂线 好 那么有了坐标系以后 我们 所有的向量 或者所有的点 我们都可以 用坐标来表示 那我们 看 任何的一个向量 好 任何的一个向量 我们可以 把它 用坐标表示 那我们怎么做标表示呢 我们先把这个 呃 向量我们垂直投影到 XY平面上来 我们垂直投影到XY平面上来 好 投影出来的这个 那当然这个直角 啊 投影的这也是一个是一个向量 我们然后 然后把这个向量再投影到X轴 那边投影到Y轴 好 这边可以 这边也可以投影到Z轴 实际上是在X轴 三 有三个投影 也可以直接投影啊 也可以先投影到平面上来 那么 我们看在XY轴 XY这个 投影到X轴上来的话 我们 这个分量 啊 啊 他 这个 这个向量 投影出的这个向量 我们 它是跟 I的方向是一样的 那么 呃 我们看 跟I方向 呃 可能是相同 或者是相反 那么它 相当于是在 I这个向量 乘上一个数 那么在Z轴 在Y 在Y轴上 它应该有个 也有个投影 就是 那么 那一部分 这一部分 好 这一部分是X乘上I 这一部分是Y乘上Z 那么 这一部分 是Z乘上K 好 这三个向量 那么我们说 这个 呃 向量 就可以写成是 三个向量 先加 啊 这三个向量 XI加上YG加上ZK 呃 为什么呢 我们 可以根据向量的加法 那么 我们看 A这个向量是 这个向量 加上这个向量 再加这个向量 那我们根据三角形法则 呃 G X I加上YG 因为这个 这个向量 跟我们 YG 这个向量 是一样的 啊 他们只是 气垫不一样 但是他们长度和方向都是一样的 那么 这数字的这条线是ZK 它也是跟ZK 呃 大小一样 方向相同 只是气垫不一样 我们说 对 我们用的是 嗯 自由向量 free variable 所以说 这两个向量看上是一样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根据向量的加法 我们知道 A可以写成 XI加上YG加上ZK 那么 那么有时候我们写成坐标的形式 就是直接写成XYZ 啊 为什么写成坐标的形式 我们知道这个点的坐标 点的坐标就是通过把点投影 投影到几个坐标轴上去得到它的长度 就是它的XYZ的 坐标 那我们可以看 A的这个坐标 写成 写成括号的形式 跟点的坐标 跟它的 假如说它的终点是N 那是一 是 是 一样的 也就是实际上说 A 任何的一个向量 其实它跟空间中的一个点 是一一对应的 他们都可以写成坐标的形式 这个一一对应是怎么对应呢 也就是说 我们都是从圆点出发 然后到这个点的向量 那么跟 那么这个点的坐标 跟这个向量的坐标是完全一样的 A是从 A是从圆点出发 它的 它的起点是 圆点 那这圆点就是IJK的起点 都是从圆点出发 它的终点是 是M 那么这个A的坐标和M的坐标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说一个向量的坐标 跟它的终点的坐标是一致的 好 那么我们写坐标的时候 如果给出的坐标 如果给出的坐标 有时候是代表一个向量 有时候代表是一 是一个点 那我们 就看上下文 看它是怎么样定义的 那有了坐标的 这个概念以后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向量的运算 例如说 A加B 我们就是 A A1加上B1 A2加上B2 A3加上B3 就是对它们对应的坐标相加 那么数乘呢 或者是A1加上B1 A1加上B1 A2加上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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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加上B2加上B2 这是竖乘 好,相加以后 相加我们就是比较 相加就是对应的 对应的坐标相加 那么竖乘就是在每个坐标上乘成一个竖 那么向量的长度 我们说是那个线段的长度 那根据我们勾股定理 我们知道那个线段的长度是 A1的平方加上A2的平方加上A3的平方 那么这是A1 这是A2 这是A3 那我们看一下 A1的平方加A2的平方是这个长度 是这个的平方 是这个平方 是他的这个投影下来的 A1的平 这是A 这个长度是A1 那么这个长度是A2 A1的平方加A2的平方是这个的平方 这个平方再加上A3的平方 这是A3 那么等于他的等于他的平方 好 所以再开根号 直接是 我们A1的平方加A2的平方加A3的平方 它三个坐标的平方 再相加再开根号 好 那么 我们再把单位化他的unitvector 我们如果把一个向量单位化 我们知道这个 A跟A 同方向上的 单位向量就是A的长度 A除以A的长度 那这些我们都可以计算 我们用一个立体来求 如果A 它是等于2-3 6 B等于 1-4 那我们就 去找A的长度 A加上B A-B 3A加上4B 那我们可以看 根据我们刚才算的 刚才的定义 A的长度是根号下2的平方 加上-3的平方 加上6的平方 那就是根号49 这是等于7 那么A加B 就是2-3 6加114 就是3-2和10 而A-B 直接减 就是2-1 就是1-3-1 是-4 6-4是2 3A加上4B 那么3A就是 3A就是3乘上 2-3 6 4B就是4 就是乘上 1-1 4 那么就是6加4 就是 10 -9加4 是-5 然后是18加16 是34 这些就是我们 向量在坐标系下 它们的运算我们都可以得的 都就可以 求出来了 我们可以求它的数乘和 像加 那我们就不用再去画三角形和平行四变形这种 这是向量的 这是三维坐标以及向量的 坐标系下的运算 好吗 和站de 我 既然是 钢子 我想 接着